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皮帶模擬篇 那這裡所使用的是組合鍵裡面特徵的指令 這邊它都會自動計算我們的皮帶長度 那如果說我們還沒有學會這個指令的時候 是不是你是使用草圖來做建立的 然後建立完之後再用組合鍵的量測功能 把它量測出來量測長度 這樣子的話是比較不便利一點 如果軟體能自動幫我們算出皮帶的長度 以及它可以連結我們所給它的一些限制的話 那這樣相對是會非常方便的 以及說這個功能呢它還能帶動我們的傳動鍵 以及說最後把皮帶的零件也給它模擬出來 那這裡是非常實用的 那要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一開始呢我們要進入這個皮帶的模擬篇的時候呢 那最主要它的功能叫做皮帶鏈條 那這裡呢今天會以皮帶來做講解 那它是要以組合鍵的這個環境呢 我們才能夠去把它開啟 那這裡我介紹兩種方式都可以看到它的 第一種呢我們從最上層的插入裡面呢 我們找到組合鍵特徵 點開來之後我們這裡就會看到一個皮帶鏈條的一個指令 點開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進入這個畫面 或者是說我們在上方列的組合鍵這個標籤這裡呢 也會找到一個像這樣的圖示 組合鍵特徵我們把它點開來 一樣會找到皮帶鏈條這個指令 我們把它點開來呢就會進入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等一下要去點選我們的一些限制 那這裡呢就先讓大家去尋找跟開啟一下 那怎麼做我們後續會再來做講解囉 首先呢來介紹一個最基本的功能 那假設呢我要把這兩個傳動輪呢 模擬出我們皮帶的長度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就直接進入了這個組合鍵的特徵 點開來之後進入皮帶鏈條的指令 那這裡呢它會要你選擇我們的零件嘛 那這裡呢我們就開始去選擇 第一個呢選擇我的大傳動輪 再來選擇小傳動輪 選完之後呢這裡有方向可以去選擇 那這裡因為我只有兩個傳動輪 所以方向是這樣子的 那這裡它會顯示出它的直徑呢是多少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自行去設定 也可以讓它預設去抓取的 再來是我們皮帶的位置 那假設呢我的平面是置中的話 我就沒有去改變它 那以及說這裡呢它會有一個皮帶的長度 我們可以把皮帶的厚度呢打開來 以及產生皮帶這裡也把它打開來 那這裡皮帶厚度呢我們可以去設定說 假設它是1mm的 那它這裡呢它就會去偏移1mm 這裡也是蠻方便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我把它輸入0 我們看到這裡它有變化 我再設定一次給大家看 假設是3mm它就會這樣偏移3mm出來 這也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呢我假設它是1.5mm好了 那我假設是這樣子 我先把它做到這裡 那我們這裡呢我就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把它模擬出來 這裡我們就會看到說 在這個底下的地方呢 它就會出現一個皮帶 然後長度它直接就把我們計算出來了 是相當方便的 以及說我們剛剛在這裡的時候 我再回復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我們有把齒盒皮帶呢給它打勾來 那打勾之後它的用意在於說 那這樣子這兩個它就會有一個連動的功效 我轉動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呢我轉動 大傳動輪或是小傳動輪呢 它都會連結著我們這個輪軸的 這樣子模擬上會相當方便的 我們可以運用在我們的動畫 或是我們只是在模擬運動的話 也用這種方式也非常方便的 那這裡呢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把它模擬出來 那等一下後面呢還會有其他的說明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剛剛所介紹的是最基本的 我們是在傳動輪的位置都固定的狀況下呢 把皮帶的長度模擬出來 那假設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知道了皮帶的長度 但是我們需要模擬出傳動輪的位置 這樣能不能做呢 就是用這個皮帶煉輪的指令呢 也是可以做出來的 那前提在於說 你其中一個傳動輪呢 它是要是開放式的 開放式是什麼意思 我讓大家看一下 像這裡是可以移動的 它不是兩個都是固定的 那這裡呢 我們如果按重新整理的話 我們會看到皮帶的長度呢 它會跟著做改變的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好那我來直接介紹這個功能 我們再回到的編輯特徵這裡呢 它這裡有一個驅動我們把它打開 那這裡的前提就是 它會跟你說 你其中一個呢 是要是開放式的 那假設我要讓皮帶的長度是500 用皮帶的長度來限制傳動輪的中心距 這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模式 我讓大家看一下 很簡單 直接設定之後 假設是500 我直接按打勾 確定完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位置給模擬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用量測去量測說 假設我們皮帶的長度是500的時候呢 那這兩個中心距的位置呢 會是多少 像這樣子就可以把它量測出來 好那這裡呢 也是一個方式 雖然說 皮帶可能會有一些公差 但是呢 這個方式呢 也可以讓你去輔助設計 好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 如果我們在傳動系統裡面呢 是有壓帶輪的一個功能的 好那就是俗稱的 墮輪 那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好就是我們 如果在傳動系統 是用皮帶去做傳動的 那皮帶在傳動的時候呢 有緊邊與雙邊嘛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壓帶輪或是墮輪呢 好 需要壓在我們的雙邊的位置 這樣呢 才會防止皮帶在傳動的時候 會有打滑的現象 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去用 皮帶煉輪指令呢 把它做出來 模擬出來 然後怎麼做 我直接進入這個畫面 好一樣 我們直接進入 皮帶煉條的一個指令 進來之後呢 跟剛剛一開始的選取是一樣的 我們就照順序把它點選起來 好 第一個我點選的是 大傳動輪 再來我點選的是 墮輪 接下來我點選的是 小傳動輪 那這邊我們就會看到 它有方向性 那這裡呢 我們的墮輪應該是要壓在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把箭頭按一下 它就會改變位置 好 那這裡呢 我一樣使用皮帶厚度 以及產生皮帶的零件 那這裡呢 後續會再來做講解 那 厚度我一樣給它一個1.5 好 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就直接按打勾 因為這邊呢 我都是置中的位置 所以我就沒有去設定 皮帶的位置平面 好 那就直接按打勾 按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裡呢它已經把皮帶的長度也模擬出來了 那這裡呢 是有一個好處的 是什麼呢 我們各位看一下 它是連結了我們的 給它的零件的 所以這一條皮帶的長度呢 會隨著我們移動而做改變長度 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記得按重新整理 在上面這裡 或是你用快捷鍵 我把這個壓帶輪呢 假設我的位置要改變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重新整理之後 我們會看到皮帶的長度已經做改變了 或是這樣子 我把它壓下面一點 我們看到 皮帶長度就變長了 像這個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樣就非常方便的 假設我們不是用這種模式的話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呢 畫出草圖 然後再去用量測的時候 把它量測出來 那相對的就是 沒有那麼直接的 那我們可以運用 組合鍵這個 皮帶鏈條的指令呢 把它做出來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邊都先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怎麼去產生一個皮帶的零件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以這個檔案來做示範 那這邊呢 我們剛剛在編輯特徵 這個指令裡面呢 是有把 皮帶的零件呢 給它打勾的 那打勾完之後呢 它這裡就會顯示一個 皮帶的零件 那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去編輯它 使用編輯零件 或是你開啟零件去編輯 都可以 那我就是 以開啟零件來編輯它好了 那這邊呢 我剛剛有設定一個 皮帶的厚度 它就是往上偏移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找一個平面呢 來去把它做出來 假設是這個平面 那我就直接進入 草圖的畫面 然後把我的 皮帶的 矩形給畫出來 那這邊我就快速的做一下 這邊就是使用掃除的功能呢 是把它做出來的 做完之後呢 那其實這裡呢 我們可以 從這裡看到呢 它是一個 連結到外部參考的 那這裡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記得呢 先前有一個 這個教學篇呢 它是使用 可動彈簧篇的 那那裡呢 就是也是用這種方式 一個導出的 它算是一個 連結到外部參考 所以它會跟著 我們的 組合鍵呢 做連動的 那這邊呢 我先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完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組合鍵 那這裡呢 我們就看到說 已經把皮帶呢 給它模擬出來了 那這邊的厚度可能就是 要再修正一下 那這邊我就直接做示範喔 直接用這種方式來示範 那這裡呢 我再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直接去做移動 然後按下重新整理 我們會看到 皮帶的零件已經被我們模擬出來 而且它是連動的我們的組合鍵 我們怎麼去移動它呢 皮帶就會怎樣去模擬出來 而且 它是可以做傳動的 我們來轉轉看 連這一個 這個壓帶輪呢 也是可以去做旋轉的 很清楚可以看出來 這樣連動呢 我們會讓我們的 組合鍵呢 模擬起來會更真實一點 以及說這個 皮帶呢 它是連結了我們的 參考 所以這樣子我們在計算長路的時候 會相當方便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 那關於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相當方便的 我們可以用在多種皮帶的傳動系統裡面 像這裡呢 我示範的是以三種皮帶呢 來做連動的 我們各位看一下 不管我旋轉其中哪一個呢 它都會做一個連動的 而且這邊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 皮帶的可動的一個動畫 它也是連結的長度的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呢 皮帶的形式也是非常多的 像是有PJ型的 PK型的 或是一些 是石龜皮帶型的 那這裡呢 可能有一些地方呢 需要去做修正一下 這邊就讓大家去 測試跟嘗試 那最主要呢 因為皮帶的話 我們實際上 皮帶的公差呢 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們在3D模擬出來呢 我們實際在裝配的時候 不一定呢 可能是這個長度的 所以我們在皮帶的選用的時候 假設我們設計出來呢 我們皮帶的長度呢 它可能是這個區間 假設是 370好了 那我們可能要 往下或往上呢 預留一點長度 因為有時候 它皮帶的長度呢 是一個 規格屏 我們可能需要去 選擇規格屏的 那去調整我們的 設計 那有時候我們的設計呢 可能會去 配合長度來做調整 或是剛剛我們是 使用那個驅動的方式呢 以皮帶的長度呢 來限制中心距的位置 用這種方式也可以輔助我們的設計 但是它不是最終一定是這樣子的 因為皮帶呢 它的彈性啊等等的問題呢 會導致說 它每次我們裝配的長度 可能會有不一樣 或是裝配起來 就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這邊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這裡呢 是相當方便的指令 那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在模擬長度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不需要每一次 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再畫出 皮帶的模擬的一個草圖 然後再用量測的功能 再去把它量測加起來 這樣子呢 就可以節省掉我們許多的時間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謝謝